大家好,我是艾云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 要练丛云必看 丛云的全方位培养攻略 首先先来说一下另外 丛云是一位四星的 补助富谁为主的大剑角色 纯补助的丛云能给队伍提供 兵部阻一级剑CB各种登役 富谁的话同时还可以给队友提供 额外的爆发输出 让队伍总体伤害得到提升 丛云自身突破加的是攻击力加成 满突破最多加的是本质24的攻击力 基础攻击力和生命值防御力 在四星中主因是那种中规中矩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作为主速使用 这个问题倒不大 说完角色基础定位 接下来说一下天部命座的机制 让玩家可以自行跳转的按所需进度调节课 普通攻击连续四段挥砍 动作整体效果迅猛丝滑 如果拥有一命的话 普攻解锁最后一下有伤到兵刃的伤害 也是作为主谁的自便命座了 虽然很帅但是一把不点 元素战技补助从云的核心技能 开启技能后领域范围持续给当手剑 大剑长枪获取兵附魔 离开领域还可以根据登记的时间短暂的附魔 固有天赋1在元素战技领域内还可以提升8%的攻速 不包括法器和弓箭武器 解锁二命在元素战技领域内还可以减少本食物的冷却时间 二命也是鼓助从云的一个自便命座了 元素爆发从云的主要输出来源 初始有三柄冰刃 满命解锁增加一把 以及根据情况增加本食物的一个大招伤害 有着比较强的爆发能力 解锁四命之后呢 攻击也是可以获取能量的 以及从云大招只需要40点能量 一技能也会给球 完全是不缺充能的 命座总体下来的话 补助从云二命是比较好的 作为副塞主塞的话 满命从云将会得到非常不错的一个提升 天赋升级方面推荐 如果作为一个纯补助没什么伤害定位的话 天赋可以不点 如果作为副塞给队伍提高增加输出的话 优先大招 其次是一技能 主塞的话都需要升级 过一般普攻不是很优先 接下来说一下从云的阵容搭配方面的 如果只是作为补助以及副塞的话 可以搭配任意需要破盾的阵容 从云也可以作为兵队里兼顾充能 以及险CD不伤害的副塞 不过比较主流的话应该就是 比较准备人所知的国家阵阵容啦 虽然被雷国优化掉从云 现在用起来伤害也是完全不羞涩啊 行秋比较慢的话可以换成夜了 走底伤害更高 十几秒就可以打完这个东西啊 非常的强势啊 主塞从云玩法可以搭配 生鹤组成的国家队 先手巴尼特开大 接以释放香菱吃球接拨疤 生鹤短暗议增加EQ技能伤害开大 从云开大打出爆发融化伤害 这个阵容比较适合有生鹤 想要主塞从云的玩家 如果没有生鹤的话 可以把生鹤换成砂糖或者万叶 这种角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搭配砂糖或者万叶可以兼顾巨怪加伤 而且这个阵容的话可以解放行秋 全是四星角色 阵容相对来说比较平民吧 而且爆发能力也非常的不俗啊 红云的突破材料需要识破 可以在里月的胡牢山比较密集 鞋带七七即可更加容易采集 天赋呢是需要的这个防荣书 可以在泰山谷挑战刷取 接下来是生鹤的一个推荐 四星生鹤的话推荐四角光或者四流伴子 前期过渡 不过四角光呢在后期存补助同营 鞋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提高队伍的元素反应伤害 如果是作为不塞或者你阻塞的一个阵容的话 收选二兵二中士二冬斗都是可以的 杀肉的话攻击力获得精通 选择精通的情况下是你精通比较少 或者你攻击力比较高的时候 也选择精通比较良好 杯子的话是冰伤 头暴击暴伤 暴击的话推荐大于60以上比较良好 我这里刚好有一把没有经验的机体大剑 之前的支持说过 经验武器越高级使用的魔拉越多 如果你把精验二的位给一戒 魔拉就不变 那就只需要一切吧 再把三戒位给一戒 以此类推 就剩下好多的魔拉 你们知道了吗 如果是作为纯补助的虫鱼的话 武器可以携带机体大剑 给自己一技能释放 以及队伍的角色进行充能 如果有一定伤害量的一个虫鱼 武器可以选择五星的狼墨 天空 四星的话是可以选择这个吃骨剑首选 其他四星武器的话 只要契合大招的话都是可以的 比如这个血鱼大剑 千眼骨剑 都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虫鱼的角色攻略 希望您 satisfactory 还是会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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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